记者卢威,台北报道赛丽娜近期在实境恋爱节目女儿们的恋爱中,和相差11岁的小鲜肉男星张宣睿约会,节目其中一桥段,是赛丽娜得知张宣睿有工作要先离开忍不住落泪 她7日担任阳光基金会脸部平权运动工艺大使,透露任爸看到后表示心疼,她安慰任爸不要担心,我会讲出来就是没事了 没想到温馨之际,任爸突然话锋一转,还有你请摄影师不要由下网上拍,你脸已经够大了,任爸看赛丽娜落泪不舍 图,记者图会当社,资料照赛丽娜哭笑说,上一秒还在担心,结果下秒就在数落女儿,怎么有这种爸爸啊哈哈 任爸平时就常亏女儿脸大,双下巴怎么回事,也时常叮咛工作人员别由下网上拍摄,让他听了 无奈说,啊就你生给我的啊,但依实镜节目多在车内拍摄,碍于空间难取近,也能体谅节目组 日前埃拉土路出道后SH忙碌工作的心路历程,赛丽娜也坦言年轻时没玩到,看新闻就知道 拉,有完能没被拍到吗,什么夜唱,夜冲,夜游我都没有,等我60岁后,所有年轻没做过,疯狂的事我都会去做 他想跟年轻人一样玩通宵去唱歌,跳舞,但说出口后又笑说,想起来是不是很弱啊,我也不知道年轻人在干嘛 塞里娜担任公益大使 图,记者图会刚设塞里娜农历过年和爸妈到海岛国家旅行,一回台上工就感冒 突然来是录制大陆选秀节目以团之名,和所有参赛者长时间相处被传染 他笑说,一个人干嘛就全团感冒,因为选手们很辛苦,都住在一起 到现在还是频频咳嗽,把嗓子都咳哑了,但有药物过敏的他不敢乱吃药,曾吃了药过敏长达一个月不能工作 我整个脸会肿起来,虽然肿起来搞不好也没差了,现在也很肿了,塞里娜已两年多没参加路跑 图,记者图会刚设担任公益路跑大使,塞里娜虽喜欢运动,但已近两年封脚没参加路跑 全市被足底筋膜炎所苦,后来虽有好转,但又因踩住高跟鞋主持站整天,隔天起床又感觉到脚步舒服 曾经发愿想挑战铁人三项,他说,后来想说太远就半铁好了,但殊不知现在肌肉都还给我教练了,目前还没想法重启跑步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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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